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黑牛养生馆的金庭老师 慢性支气管而言是气管、支气管粘膜及周围组织的慢性非特异性炎症 以咳嗦、咳痰为主要症状 发病时咳嗦不止很难受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款清热止咳、沥烟消肿的茶 车前草茶 取车前草5克 放入湖中加入500毫升沸水冲泡 温5分钟左右 待温凉后饮用即可 车前草胃肝性寒 归养肝肺经 以及小肠经 具有清热利尿、清肺化痰 明目降压、去痰止咳的功效 主要适用于以下人群 一、小便不利的人 车前草有着很好的利尿的作用 能够有效地清除水肿 特别适合小便不利的人使用 二、咳嗽有痰的人 车前草中所含有的车前草肝 能够有效地刺激分泌神经 使气管的分泌物增加 有效地去除气管里的痰 从而能够有效地抑制呼吸中枢 有着很好的止咳平喘的作用 车前草微寒、可清热解毒 还可以缓解咽喉肿痛 对慢性直气管炎 尤其是因肺热引起的咳嗽 效果会更好一些 三、患有关节炎的人 那车前草能降低关节囊的紧张度 促进关节囊结力组织的生长 从而能够有效地缓解关节囊的一些症状 而且还能够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的含量 预防心血管疾病 要注意车前草性寒 那匹为虚寒的人和孕妇尽服 好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黑妞养生馆 健康的生活离不开养生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